洛杉磊茶歧視結果他竟然裝傻 你年紀會幾號 真的嗎 忘記了 忘記了 生日不知道 先謊報身份被拆傳 接著說自己的出生年月日都忘記了 抱歉請你靠邊停 但下一秒 追下油門落跑時間好緊急 一旁的所長立刻跳上車 想要控制住嫌犯的行動 掐住他脖子 呵斥給我停下來 原來是身上有毒品才會拼命想跑 但不止這樣 警方還發現26歲的料性嫌犯是名通緝犯 因為販毒被判刑一年十個月 但願離不開女友竟然沒報到 因此遭到通緝 結果5號在新北市三重買宵夜 還自己露餡 而就在整個追捕過程 拍出所所長跳上車相當驚險 但好險沒有受傷 不過另一名原警就在追捕的當中遭拖刑膝蓋擦錯傷 原警我們立即就去抱住駕駛 跳上機車並持訊 特令廖嫌停車 那廖嫌在騎了150公尺之後 才停車救膽 廖姓嫌犯今年2月就被通緝 結果逃了這麼久 還是躲不過警方追查 黃暴巨檢通通沒有用 敗在所長跳上車 報警處理 TVBS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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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